萬元 尤其是情質 好 這個 《無量壽經》上 特別有提到 情質深重 求出輪迴 重不能得了 所以首先呢 我們得確立目標 這個目標是要 往生極樂世界 那我們 知道自己情質重 要懂得去對峙了 那 要用法來對峙 情質 《無量壽經》當中 有一段話 人在愛欲之中 獨生獨死 獨去獨來 苦樂自當 無有待者 有時候 有時候我們這個情呢 會執著 希望對方能理解我 有求啊 就會有求不得的苦了 三世信念說 諸苦皆從 貪欲其啊 你有貪求了 求不到 苦惱就起來 不知貪欲其 不知貪欲其於何 英妄自性 貪欲其 彼陀佛啊 意念 分辭 總是磨了 好 當然呢 這個情質啊 有時候展現出來 控制要求 有些是放不下 那這個都有 對峙的方法 說實在的 你這個情起作用 是控制要求啊 反而 似得其反 學佛啊 真的要敏銳啊 真的要 懂得啊 學佛就是 自愛愛人 我們隨順情質 隨順控制要求啊 對自己有沒有好處 沒有 习氣做主了 對方呢 家裡人 朋友 很有壓力啊 對自己 對別人都沒好處的 心態不要急 言行不要急 想清楚了 慢慢呢 就不隨著 本來的那個慣性呢 去走了 修行是有過程的 深處俗 俗處深 我們很理智的 慢慢提起 一定要對自己對別人的 才有意義啊 對自己對別人好的 這個才有意義啊 就不願意啊 再隨順這個煩惱息 相對不及了 一切就不及了 對自己對別人的 和你一切都不及了 對自己對別人的 相對不及了 對自己對別人的 對自己對別人的 说实在的 你再放不下 还得分离 所以这种情谊 要更用佛法来思维 所以应该是 要更积极的把这个情意 转成一种愿力 不然《无量寿经》当中提醒我们 善恶祸福追命所生 道路不同 会见无奇 夫妻住在一起 想做梦会不会梦一样 你想的不一样 说的做的不一样 下辈子还会在一起吗 不可能 道路不同会见无奇 再轻的人下一辈子可能不见得认识了 所以要转掉 但愿人长久 唯有念弥陀 大家不要接下一句千里共残眷 有些人还蛮喜欢苏诗写的 苏诗最后也学佛了 唯有念弥陀 轻眷永团聚 法界逍遥游 永团聚在阿弥陀佛身边 跟着阿弥陀佛到十方法界度众生 你看多逍遥快乐 有六神通 于一念弥陀 遍有十方佛果 我讲得很高兴 我看你们没有很高兴的表情 宇宙间第一等好事 可以代业往生 往生说能力跟阿弥陀佛差不多 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啊 我们中了佛门第一特奖 所以大家还笑不出来 就不知道这个奖有多好 所以以后中秋节要发这四句给亲戚朋友 不要发千里共残权 这样情子会越来越重了 我们要会转 用弃合自己的法理来转自己的心念 那要互念亲戚朋友 也要以他能接受的那个法 一个对治情子的法 其实有不少 以你对他的了解 用他能接受的方式去劝他 你比方说你遇到亲戚 他临终了 他有牵挂子孙 你可不要 你情职太重了 一下他更闷了 你说 奶奶啊 你真的是太疼爱我们了 我们都非常感激你啊 那人呢 终究 要离开这个世间了 离开之后啊 我们可能就见不到面了 所以现在啊 阿弥陀佛 创了一个极的世界啊 往生那里啊 就无量寿了 我们就不会死了 而且我们生生世世 都能在一起啊 奶奶你先去啊 你去了之后是阿维越智菩萨 还可以加持我们 你把他那个慈爱 导到一种 更高的一个理想去 而且你是顺着他的心意 顺势而为 不要忤逆老人的意思 顺着 他接受了 欢喜了 老人呢 特别容易接受 贴心的子孙 就是特别理解他 特别照顾他 他会很信任你 你的话 他很容易听进去 感谢你